这段影片就要讲一下在英国买楼要买多少钱的楼价 才可以收租财务自由 我们就会比较轮动和利物浦 这段影片也有一个详细的版本 现在这个是详细的版本 如果你想看简短的版本 你看下面的连续有一个简短的版本 有些人想快速去了解结果 这段影片就会讲详细一点 所有的数字都会展示单据给你看 就是这些真实的数字 不是吹出来的 我们如何收租 收到大概2000至3500磅 一个月 那就叫做勉强有一个人可以财务自由度 如果你家庭收入 是要五六万港币的 那你可能老婆就不用上班 mortgage buy都可以的 我们会主力谈论是mortgage buy 你要做到起码有人工 因为你要借mortgage 两万多港币 港币在香港都可以的 公司名人名都可以的 那我会有一个例子 就是利物浦的L13 收到3000多磅 这样的真实数字 但是我们就很多人会移民过英国的 但是不会那么多人就那么有趣 会去买利物浦 多数人都买伦敦附近自住的那层楼 那我们不如比较一下 你买一层伦敦的楼 去收3000多磅租 和买一层利物浦 收3000多磅租 那个楼价分别 这个就是今天我会去讲的例子 先讲了我伦敦那间屋 伦敦那间屋 我早两年前买 SW11 现在价值是1.2m 租金就租出去 3000多磅而已 那我原因为什么买呢 这层楼是低水 楼价连装收那时候 楼价是70多万磅而已 连买比卡大装收 改建了 就97万 那所以 有水位在这里 就是如果我现在卖掉了 就赚钱 但是最后我卖不了 我想卖的 但是卖不了 1.2m没人要 但是1.2m又是估值估到的 那所以就借按贴借掉了 按贴每个月都还2900多 就当3000磅 那我每个月 只剩250磅 但是都ok的 我不买楼都ok 为什么呢 因为我用1.2m 借的按揭 减回我的成本 其实我的钱 money stuff 就是我宅住的钱 就很少的 就是宅住100万多磅 在这里 所以我就有鬼租了出去 但是靠这间屋 来去财务之后 这个casual就帮不了 for capital gain only 这间屋 宅住最少的钱 capital gain only 好了 利物铺这间就不同了 价钱多少呢 稍后再跟你说 收租有3500磅的 那买这间屋的原因 就因为平水而已 这边是低水 这里是平水而已 但是这间屋 业主是把它分间了 10个小单位的 那这些不是劏房 就是不是HMO 是纯粹就是studio和 一半的单位 它就分间了 好了 那么mortgage呢 因为我都是mortgage buy的 980磅 利息only 这个利息only 这里都是利息only 那么我宅住的钱 就是18万 在里面 casual就减了 2000多磅了 这里呢 做到这个效果呢 你勉强就可以叫做有一个人 是不用上班 是吧 因为你上班可能都要赚2000多磅而已 那你现在有2000多磅 after mortgage 的利息 那你可以不上班的 是吧 好了 所以这两间屋的比较呢 就其实 我觉得这间呢 是正一点的 那为什么你买伦敦这间呢 那么个人都要买一下伦敦的嘛 就是你英国投资不买伦敦 人家说你有没有买个楼呀 那你都要一间半间的 但是一间就旧楼 那么利物浦的屋 这间就是这样的 伦敦呢 好了 看数字前呢 就先看了一些街景的这间屋 这里就是伦敦了 OK 伦敦 那么你见到了2020年的 真的尝试去买 买不到而已 好了 那么这间屋 几钱买呢 44号 734 19年买的 那么我连上装修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 90几万磅了 好了 这间就是伦敦那间 那么跟着呢 这间就是刚才 那间利物浦那间 就这样的 那么你见到 好像 这间虽然这间 两间猫屋来的 就是这间是 这间37 这间39 这间41号的 所以你叫做两个数字 好 那么 我们都看一下 这个业主当年买回来 是多少钱 好了 那么这里呢 就是他当年买回来的 39 41 同一天成交 应该是同一天买回来的 就75万磅 75万磅 好了 就是他用15万磅就买回来的 其实03年呢 香港就是超低位 但是英国呢 不是低位来的 英国是中间位来的 所以这里呢 他买回来的 他买回来的 你想象一下03年 香港 75万港币 肯定买到淘大花园 淘大花园现在500万了 那你想一下 那么 相反了 现在值多少呢 那其实呢 我是摸顶买的 现在这一刻 你不要 你不要理 OK 你这里呢 40万磅 开了个股 我们40万磅 买两间回来的 那么你一边就是等于20万磅 那么你买到这条街 是最贵成交的 最贵成交又如何呢 他会不会升呢 我们慢慢就再去探索一些数字 好了 那些数字就来了 那么这家屋呢 21年的 6月40万磅 23万 看过之前的影片呢 这三个人一个几个人的数字 第一 我不用给律师费的 那STEMDUTY呢 就9500 你看过另外STEMDUTY那条片呢 就知道这个正常呢 其实不止9500 这里要成两三万 的STEMDUTY的 那么就用了Tax planning 所以就省了 那么这里也是借案揭的 那么你看到Mortgage advances 就是25万 254208 就是借了254208的 那么所以我实质 去交收这家屋呢 就是首期啊 Kick卡连接STEMDUTY的费用呢 就15万5了 好了 那么 这里呢 就是那个Mortgage的资料啦 4厘半 4厘半 利息only的 你会觉得 哇4厘半很贵啊 整条数来看 Mortgage payment呢 每个月就983 利息only的而已 那么 那么物业股价呢 就367 你看到呢 其实是 估不足价的 他估不足价呢 很多原因啦 估不足有它啦 我不会说因为估不足不借的嘛 麻烦你再来估过啦 你认为367 没问题 真正 OK 这里就是那个 Gross Amount 262 但是就要现金回赠给银行的 费用不便宜的 不过不用我付的 在个孔那里扣就行了 所以只剩256900 那这里呢 256198 那我也不知道 那几百磅 可能去到那些 Mortgage broker的费用 OK 这个就是 数字上 好了 接着呢 这些租约呢 我就cap了出来啦 41号那边的 C单位 400 B单位 Gary 不知道什么 M 就363 那这个39B Helen姐 就345 这样 按着出去推 我把它cap好了 好了 接着放了所有资料 在一个Excel表 这里呢 就清晰了 这个Excel表 这个link 你想看回呢 你就可以去 我这条影片下面 我放这条link 在这里 你喜欢可以按进去看回 好了 先看就是那个 租金 你就看到这里呢 其实有10个单位 分间了10个单位 这里 1 2 3 4 5 5个单位 那这里呢 就是一边来的 因为是费屋 来的嘛 就是一边而已 那两边呢 就10个单位 那有两个租客 就走了 那这两个 走了呢 我就叫那个业主 不要帮我入租客 那因为我想收了楼 跟着之后呢 就做些少装修 然后呢 我才再出租 就不要现在帮我租了 我自己来了 那我预计的租金呢 就大概是375 左右 那你见到呢 有些已经是一二年租落呢 他都还没走 就给了250 给了300磅 就是这些呢 随时喜欢交易租 就交易租 但anyways 现在是收紧 不计这两个呢 就收到2753 当你计了所有呢 出租了 就3500 那还没计加这些 人的租金 好了 这边呢 所以就有两个表 这个就是一 就是没 租出这两个单位之前 好了 那么逐个计算了 40万磅 就是离印 经纪佣 律师 Clip Card 所有东西 加上全的费用 那这里是预留装修的 未去要用 但是我预留当要放进去 也都足够装修两个单位 以上的东西 一个单位你当 3500 好吗 已经换了很多东西 好了 所以这个租加 这个就是 7厘多 Mortgage loan 就是刚才那个 245 Deposit 就是我宅住的钱 怎么算的呢 就是你 总共要花的钱 加上预留的装修费 就减回你借了的 Mortgage loan 你宅住的钱 就是我会宅住175 Mortgage payment 就是983 这里定了都五年的 那 NAT租金就1700 那当我出租了之后 那两间房子 这里是3500 那 Rands 就2500 那你宅住的钱 就是17厘 或者这里12厘 赤价 看一看 最小的28 Square meter 最大的 就是61 Square meter 这个顶楼 然后呢 就两行 就是 这里 和后面 那这边就隔离的那个单位 好了 那你见到我加上了 41号这边是215 39那边是几尺的 那就是4500 4500尺 这间的东西 4500尺 明白吗 你看看 这样 4500尺 OK 三层楼 对于 这个楼价40万磅 88磅 900多元港币 大佬 你哪里找呢 你哪里找呢 就是香港 的建筑成本都不行了 所以这家屋 都是那句 你看看我们surfy那条片 下面有些 就是建这家屋呢 是应该 贵过40万磅 我现在用建筑成本来买一间屋 有了租客 有了 装修 连了一块地 好了 那你说900多元呎 港币 是怎样的 这样的 就是现在的装修 就这样的 就普通料 是这样的 就不是很差 总括来说 一句说完 财务自由 就是你可以不用上班 那如果你是 你上班 又是2000多磅的 那其实 你有175 392磅 你又做一个good deal 这些叫做good deal 那其实 你就可以不用上班 就是 这里降200万港币 200万港币 你200万做这件事 你就买起你自己的印 你买这家屋 从而 这家屋代替了你的印 就是你是值200万 就搞定了 很容易买 你是不是想自己很便宜 买起自己呢 当然是 但相反 你试在伦敦做这件事 你试在伦敦做这件事 你要收3500 你减完按揭 你才2500的嘛 那好了 这些了 3800 SW1 SW1 这样的款 你买这家屋 就可以买起你自己了 减了按揭之后 我当你2000多磅 够呢 你买这家屋 就行了 好了 那这家屋 SW1 你要买呢 多少钱呢 大概是这些价钱 Mu2 这家夸张一点 这个5磅 大概是Mu2 Mu3 Mu3 所以你在伦敦 要靠买物业 买起自己的命 不用上班 就贵 好很多 那你在秘密店 便便宜好很多 好了 这个就是 总结整个游戏 你喜欢呢 可以点到这个连续 自己去认识 数字 LUMBER 那我就会去拍我另外的那些物业 的片给大家 去加以分析 让大家看多一点 其实你就知道 怎样去做先 或者买什么先 那我会说这家 Wallantown 大一点 这个中尺 都是利物浦 12个单位 这家个人的 这家呢 就是North West的 城市我不说了 Barkley 租了 地牢 一楼 二楼 1.75米 但是我给多少呢 我只要给400多万港币 就可以买得了 那这两道呢 刺激的 刺激的 我用来欧臭 球鬼旗租给office 收多少钱都好 不租出去就这样 放在这里都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家屋呢 不是这家不是屋 这家店 租了给Barkley 大概每个月 都有8000多磅 去收的 NAT 那又不怕不交租了 那8000多磅你自己计一计 对比于这个回报率呢 其实已经很OK了 所以这里呢 租到就租 租不到就算鬼数 放在来 嘔臭都没问题 总括来说 那这几家的东西呢 大概你要花的钱是多少呢 那算一算 这家呢 大概花40万磅而已 未计费用40万磅 好了 这家呢 大概花20万磅 未计费用 好了 其实刚才这家不是很划算的 1.75秒 你花400 这家60秒 你要花20万磅 好了 那这家呢 就大概花12万磅 美计费用 好了 那刚才 这家呢 就花了 因为这家已经买了 那几家就在买了 这家就花180 好了 就是total呢 就花90万磅 的首期 就存在这 几家了 个人再就是 这90万磅呢 大部分的钱呢 是我加按回我之前 在英国买 省收收的那些 房子 HMO 的钱来的 我自己投入 一些新钱下去 总括来说 就是这样玩法的整个游戏 我不知道你是初歌 还是老手 但anyway 如果你是当初歌 你想买一些 这样的房子 去开始 玩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始呢 又或者你是老手上 一开球 已经买了几家屋了 一开球就玩 刚才那些的 一个blog 都欢迎你来 我们8小时的分享会 好了 那你想知多些关于 二手物业的东西 讲不完给你听 在这几分钟 所以八个小时 我浓缩了 会讲以下这些 就是第一 物业便宜还是贵呢 我们要很 懂得分析的 除了刚才用bill cost分析 还有其他的 分析方法 那我会帮大家去 地球上哪个国家 是最底 最稳笨呢 就不要相信我 我会列出来 从而你都会计 你就会知道 接着重要 买哪个区罪底 这里当然是讲英国 哪个区罪底 是讲他将来的升值 和现有的收租 当然将来的收租 是不是伦敦 曼徹 利物浦 还是 可能是 哪个款 最底 有孖屋 独立 按揭 关键就是英国 没有英国收入 都可以借到那边的按揭 哪间银行 是最低利息 他们的按揭 怎么玩 这些 这个是关键的 当地人 第一次买楼 就可以做到九成半按揭 外国人 正常常 最尽 就是七成半按揭 但是 怎样用一些 叫做少许的财技 都可以做到十成按揭 借载都可以 买楼的程序 最关键是 不能下定 那边可以不用下定 去买楼 所以有好又不好 税项 香港你试买 第二层楼 已经是肩抽贵的 利引税 那边就算你买 第二层楼 的利引税 我当你不省 都比香港便宜很多 在便宜的情况下 怎么可以再省税 但是如果你是 BNO过去 你买那层楼 就不是 十几万磅 你买得的 起码 最便宜 你都会买 40万磅 的楼 你买这些楼 就一定要知道 怎样买入 那刻 可以省到 因为这里是说你 可能是 你买一米的楼 你都给五六万磅 的税 从而你比那里 便宜一半 是说 省二三十万港币 还有就是 如果你那么 好彩 还是不好彩 都不知道 你落了 买一层新楼 新楼 楼花 你更加需要资 因为楼花多数都贵 楼花 是多数都可以有一个方法 可以省税 比较方便容易 OK 卖给你那个发展商 他都不懂 我懂 还有什么其他的策略可以玩 例如做劏房 疫情之后 做不做得回Airbnb 疫情前Airbnb 是很好做的 HA 租给政府 包租 和楼花 都不幸地 你买了 有什么方法 可以叫做 最抵抵的方法 去玩呢 虽然都是不抵的 但是叫做不抵里面 最抵的 班底 有两组班底 红色这些 我觉得是你必经的人 经纪 你都必经 律师 創收 出租 这些是必须要的 那怎样去玩 怎样去做 有没有人帮你 我们有没有介绍 这些就是一些 你未必需要的 就是验楼你可能真的未必需要的 但当然建议 或是职丝 帮你加建 改建 做劏房 会计 这些你真的可以自己做的 如果你懂 TaxPan 怎样帮你省税 这些不是must的 物业团体 但是是给你advance 少少的 怎样去玩 最后就是逼实地考察 虽然现在 我们暂时疫情 就暂停了考察 但未来开盘时 我们的考察是怎样玩呢 你想知道可以 去离我们这个8小时 的物业浓缩 网纳 讲完以下 更多的 喜欢可以按下方的链 去报名